而吴又可那里也有一个坏消息 白天诊断的一个士兵穿的衣服明显有问题 问过之后才知道他竟然是从乱葬岗扒回来的 吴又可晚上去乱葬岗探情况 发现这样做的人甚至是有组织的 他们受人期指示 把兵士的衣服给普通百姓穿上 用这种方法片斧须金 这种行为不仅给军中的财务情况火上浇油 还有更大的隐患 即让疫病传播更广 得知此事 孙传亭心灰意冷 晚上找到吴又可谈心 他说大黄是虎狼之药 但吴又可给重症病人的用量却极大 其中可有什么道理 吴又可说 重症用险药 铤而走险方有生机 孙传亭又问 如果有差错怎么办 吴又可回答 世上没有后悔药 当断则断 不错过这一线生机才要紧 听了这一番话 孙传亭暗暗下定了决心 走前 他对吴又可说 第二天晚上 孙传亭再次宴请诸位豪生 一人